女兒這樣 參加給大家聽 OK 所以這一次也很感謝主辦大陸幫我 弄了一個這麼好看 沒有很大的大型的一個舞台 對 延伸的舞台 延伸環繞舞台 而且我們剛剛看到呢 到時候還會有一柱晴天 那根深降舞台 你去高啊 我不怕 OK喔 加油喔 給我們最大的震撼 OK 這個十年磨一劍 這次的演唱會彷彿就是 BF跟畢書記的一個里程碑的畢業典禮 要邁向一個新的學期 新的里程 當然在過程裡面有很多人的幫忙 包括這一次 今天我們不公佈所謂的嘉賓名單 但是我們要公佈一個特別音樂總監 這個很酷喔 也是一個你很早就認 你認識到這裡出道了嗎 還沒出道 還沒出道 當年還不紅的畢書記 已經認識這位音樂才子 我們歡迎小宇 特別音樂總監宋便宇 謝謝你的加盟 來來來來 好 各位好 兩位先互動一下 好 好 我們請小宇跟我們分享一下 剛剛畢書記說 他認識你的時候 他還沒有出道 對 那時候我是第一專家 你已經出道了 OK 當時是什麼場合 因為你們好像也不是同一家公司 對 楊明哥的公司 對 然後後來就在公司接到他 是 我覺得他沒什麼變 一樣帥 對啊 對啊 那你有幫他寫過歌嗎 這十年來 嗯 有 有啊 我都沒有印象 這次沒有用 他一直都在寫 他寫得很難 有寫但是很難唱 然後最後都沒有用 都被打擊他 我覺得小宇自己唱會很好聽 你真會說話 這也不 我們不要唱 我們留給他自己唱 對啊 那麼會唱 對 寫得更多 我不知道接什麼 哈哈哈 你就接事就好嗎 不是 但是小宇啊 你們除了在公司 就是我們看不到的地方 有會面過 你們在台上有合作過嗎 有 有 三角典禮 一個 的半角典禮 那時候是還有 阿福 梁文英 然後幾個很經典的歌 然後我們一起做改編 這樣子 那時候唱什麼歌 今天你要嫁給我 兩位的關係 大家已經很清楚了 怎麼的曖昧 我真的 我那時候唱了那麼開心的歌啊 好 所以那一次呢 已經在半角典禮上的改編一些歌曲 有跟我合作 現在你有一個重責達人 哇 非常 這個感覺比做自己的音樂會 也稍微還要緊張 因為他 這也算是第一次參與這樣子的事情 對啊 因為這個演唱會 對他來講 我覺得真的很重要 對 因為是很紮實的 一個演唱會 然後我也非常非常的開心 要謝謝他 找我來擔任這個演唱會 音樂的部分 這樣子 對 這個第一次參與有什麼話 要Stay小姐跟你說 嗯 我也很榮幸 也很開心 終於跟他 有在這麼 比較密切 親密的 一些有合作的工作 然後做的一個火花 對 很感謝他願意來 幫我自己做 對 好 期待你們的活動啊 敬禮 是 你們兩個人都不太講話 我們就不聊了 真的 真的 我想到一件事 私底下你們有沒有出去過 有約過 但一直沒成 真的啊 有約 你不喜歡打麻將嗎 你沒有約人就要打麻將 我其實打一將就差不多了 你只打一將而已 那我做不久 怎麼了 有之窗戶 不是 做不久 你這樣怎麼過癮啊 你這樣都還沒有 輸贏就結束了 不會啊 你這樣就我贏蠻多錢的 懂了 就是贏了就跑了 改變就一將就走人 你不會打的 我不會 那沒約 好吧 那就在音樂上合作 小宇你要好好努力喔 因為十年來必有好多代表做 看看小宇能夠怎麼把它整合 對不對 盡力 加油 好 這個非常快速的訪談 那我們接下來我們就來做一個很重要的儀式 透過大家的見證 我們現在畢書竟然要頒一個證書 聘書給小宇 來很特別的禮物 好 這個 感謝小宇受聘 成為My best moment 演唱會的特別音樂總監 來幫我們收一下麥 來小姐姑娘 來謝謝 好 有種你就丟啊 假動作 好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禮物 一張很標準的聽書 我們來邀請宋念瑜 在2017年10月9號天堂M B 畢書記 My best moment 台北小巨蛋演唱會 擔任音樂總監 請小宇兜兜兜費心了 讓我們可以聽到不太一樣的音樂整合 謝謝小宇 謝謝 謝謝 謝謝謝謝 好 工作者 栽培無數的新人 那個時候真的沒有小巨蛋 包括雅明哥自己都沒有機會 辦小巨蛋演唱會 但現在有自己的子弟 當年在范小軒代言的天堂F 現在傳承到畢書記來做冠名 感謝他們的支持 然後17歲的畢書記來台灣10年了 這些都是緣分 當然還有他自己的努力 也恭喜他帶著所有的團隊 上小巨蛋來 請照顧一下後面的攝影大哥 好 也希望畢書記這次能夠實際全力 讓大家看到10年的爆發力 好 右邊麻煩 謝謝 好 中間的藍色衣服大哥 好 還有哪邊 好 謝謝大家 來 最後秘書記 再謝謝我們所有的媒體朋友 來 謝謝大家今天 中文 中文變好 中文又怎麼了 謝謝大家今天 接我 然後 也希望大家多多 謝謝 多多支持這次的小巨蛋 在My Best Moment這場的熱唱會 我會盡力的百分之百能自己的實力拿出來跟大家分享 謝謝大家 加油 加油 希望畢書記使盡全力 不要辜負我們所有的粉絲 也不要辜負最愛你的雅民歌 你不要覺得你問李玉琪有多悶啊 最重要的事情是 畢書記有實力走到今天 謝謝各位的開心 我們祝福大家 12月9號演唱會成功 9月9號秒殺 謝謝 加油 謝謝 謝謝 再次的感謝大家的幫忙 9月9號下午1點鐘 本週六正式收票 請大家幫我們多多宣傳 也感謝天堂M的冠名贊助 好 這裡真的是很特別的緣分 17歲的畢書記來到台灣 那麼 當時是17歲的范角圈代言的天堂 然後 玩了17年的畢書記 現在呢 事業有成 請大家多多支持 12月9號小巨蛋前 結束